他也能夠蒙受加倍,不知不覺, 他的貨、災貨能夠滅了, 他的福報就到來了, 罪惡、消亡、障礙、滅禁等等。 這個叫做敏感敏印。 這叫做敏感顯印,什麼意思? 也就是過去一生,曾經種下善根。 今生得以蒙受觀心菩薩的加倍, 這個叫做敏感顯印。 記著顯感敏印的情形。 也就是眾生,而憲生,憲世這一生。 能夠結成禮拜成年, 卻沒有看到加倍的形跡, 在冥冥之中, 正受觀心菩薩慈悲之力。 這個兇能夠退, 吉祥的事能夠面臨和愛消障礙等等。 罪、消亡、障礙、滅禁等等。 這個叫做敏感敏印。 這個叫做敏感敏印。 基祥,一敏一敏,一敏感而顯印。 這是什麼意思? 過去是, 過去是, 成縱善根, 精神結成禮拜成年。 而很明顯地蒙受觀心菩薩的加倍, 能夠轉貨, 能夠轉貨, 轉變再貨, 成為福德等等。 這個叫做, 一敏一行感而顯印。 罪貨一籌。 一敏一行感而明印。 什麼意思? 過去是, 成縱善根, 精神還能夠結成禮拜成年。 冥冥之中, 又能夠承受, 獲得觀心菩薩, 慈悲力量。 獲得種種的利益。 所以, 我們能夠了知, 以上, 這些感應的道理。 我們就知道, 成縱善觀心菩薩, 禮拜公願, 是公不虛氣的。 國無浪得的。 儲難使令, 畢生敬止推生。 不僅加倍的行之, 也不會, 也不會, 導致身體。 心理, 對菩薩冤恨的心, 也不會的。 也不会半途而会的 感应的道理 它是唯妙难以示意的 这只是说个大概而已 那么这个就解释 互感应期 不施时 也有关感应的道理 接着救苦寻生持续一体 救苦 救去众生种种的苦难 万心菩萨 他能够寻生 使法借众生救苦求救他应生 那么就好像持续细体一样的 众生有所感 他就有所应的 叫做救苦寻生持续体 现身说法越应此 万心菩萨 显现终种种的身心 愿以和尚得度者 即即现和尚而未受法 所以他所限的身心 所以他所限的身心 不单单是我们法法千普门篇 所说的三十五圣而已 而能言听就讲到三十二圣 其实不止这些 而是因你和尚得度者 即现和尚而未受法 所以就是现身受法 就好像越应此 在天上悬化着 皎洁的明月 那么只要有水池 有水的地侧 越应 他就落陷下来 只要水不动荡 大大小小的海水 江水 河水 湖水 池水 脸盆水 只要你一水不动荡 越应他就显现 在你的所有的水上 都清清楚楚他 所以现身受法 越应此 神叉国中玄士气 我们大宇宙 不但只有我们的地球 太阳了 月亮了 我们晚上所看的星星 都是国度 城叉及围城 如同围城那么多 围城叉土的国度当中 显现完全 士气 从事 旧气的事 伟大的事业 神叉国中非常广大 都尽切了 但是 众生有手感 菩萨就有手印 大多去救济他 娑婆界内更垂直 而对于娑婆世界 古老的众生更加特别的垂下这个词别来救济 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 所以 我们人人都知道观心菩萨 无论学佛的 不学佛的 都知道 观心菩萨 所谓的 可以说是 家家都是观世音 观心菩萨 还有阿弥陀佛 对我们特别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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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观心菩萨 非常深重的恩德 对我们非常深重的恩德 尊书 我们来乘仗赞叹他 都乘仗赞叹不完 没办法 来乘仗赞叹 吉民群annen仆富生 ивать 就是希望 寂忘 明就是别门 寂忘别门 群门就是群生 众生 他希望别民法界一切众生 普遍地扶持他们 扶持他们是令你古得乐 究竟得谢他 乃至成就无上佛道 这是以上有三首祭 我们就介绍过了 接着我们再说明 映祖的赞文 赞叹的文词 映祖赞约 映光祖师 是净土宗的第十三祖 他赞叹这么说 一语大事 一语什么意思 他是叹美的言词 也就是伟大 非常伟大 非常上妙的意思 就是一语大事 就是菩萨 非常伟大 非常上妙的菩萨 观心菩萨 事愿难宣 他伟大的事愿 是难以宣扬的 别运同体 直起无缘 什么叫做同体 同体也就是 佛菩萨 还有一切的众生 都是同一心性的礼品 一切众生都有正如本性 但是众生不知道有正如本性 其佛造业 受种种苦 他生起烦恼 造作有乐 善恶出业 谁就轮船在三地六道地苦海当中 就投出头墨 那么 菩萨 灵敏众生 愿望受苦 有正如本性 那样 跟佛菩萨都同一体现 佛菩萨已经觉悟了 菩萨还是在觉悟还没彻底 佛 圆教的佛口 就是彻底的觉悟了 但是都可以说是觉悟 只是有圆满不圆满的区别 而众生他却是不觉悟的 迷惑颠倒 谁就冤枉地受苦 有如意的保住 不知道受用 所以菩萨生起同体的大悟 普遍就把法切地重生 这个就是悟悯同体 自体是不是有圆满不圆 自体无圆 自体无圆 恶求上 无圆倒止 无圆倒止 什么叫无圆倒止 什么叫无圆倒止 倒止 恶求上 菩萨 佛洒 不上 他无心原念一切众生 却自然的 能运自然的 使命众生 能够离苦得了 能够获得安乐 这是持续的 娱乐的意识 悲哲的 拔苦的意义 而无心叛运众生 却自然能运的 能够 给予众生安乐 叫做无缘大致 寻生救苦 寻找寻求 使法替众生 众生救苦的声音 大家能够随着 足形 随着众生之内 追逐 来类众生的心体 普遍不现射身 普遍显现这个射身 射身 变情无情 周边有情无情的众生 情就是争报 无情 无情就是依报 无情无情的境界 所以观心菩萨 不但可以显现 有情的众生之内 他也可以显现无情的境界 来救济众生 就好比 众生从这个山来 掉下来 菩萨就显现 一个东西 成装着 存在着众生 使令他不堕落 这个就是无情 有时候他显现 有情的证报 来救济众生 有时候显现 无情的依报 来救济众生 所以就变情无情 若有众生 假若有死法界的众生 遇到诸多种种的痛苦灾难 一生其名 一生念 观心菩萨的圣号 马上就能够见到救济远策 互说儿女凡有手求 礼拜供养随便吸车 想要求得聪明有智慧的男子 想要求得庄严 有这个向好的女子 富贵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求儿子得儿子 求女子得女子 凡事有所求 对观心菩萨能够礼拜供养 随便吸车 随着众生的愿都能够仇打 仇报 满他们的愿 何以臣民变后感动 由菩萨心九正真空 为什么缘故 我们正面观心菩萨的圣号 就能够得到感应到焦 能够感应到焦 这个就是由于菩萨 他的内心 九九已经正的 就是过去已经成佛了 就是正法兵如来 九九正的真空实相的离帝 真空就是真空实相 也就是正如本性 九九正大真空实相的离帝 但是无心之心 无心缘令一切众生 却使令一切的众生 获得利益 无心之心就是无缘的纸别 无心缘令一切众生 众生却